我們先來說明完整的製作字幕的整個流程 首先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是使用平常使用的工具來錄製影片 那錄製完的影片存檔的格式就是會是MP4這樣子的檔案格式 然後我們接著再使用AutoSub這一個工具 把MP4這個影片讓它能夠產生出SRT的字幕檔案 這個AutoSub我們可以使用PanTranscriber或者是AutoSub-AHK 這樣子的圖形介面工具來簡化整個AutoSub命令行輸入的一個複雜度 那有了這個字幕檔以後我們接著就可以再使用字幕編輯的軟體 比如說Subtitle Editor或者是EGSub這樣子的工具來編輯 剛剛產生出來的字幕檔 來把字幕裡面的語句不順有錯誤的或是有漏掉的東西 做一個校正的處理 然後最後所有的語句都正確了以後 再產生成一個TXT檔案 一個純文字的檔案 接著我們再使用一般的文書編輯程式 針對這個TXT檔案 整個在做一個 斷句的處理 把語句不順 或者是邏輯不清楚的地方能夠再做一個調整 讓它變成是 一行一句這樣子的形式 接著我們就可以再使用AppTime 把後面的時間軸 再重新再加到我們的TXT檔案裡面 在最後再匯出我們的SRT檔案 AppTime 也有直接內籤字幕 並且產生一個MP4檔案的功能 到時候你是要用 SRT到你自己習慣使用的 影像處理程式 再去 合併這個字幕 或者是直接就使用AppTime 來產生MP4 都可以 下面我們就直接來介紹AppTime 到底要怎麼樣子來做操作 AppTime啟動起來以後 它的介面就是像這個樣子 如果說你覺得 這個上面 你看到的這個功能表 這些項目 如果說你覺得字體太小的話 它變更這個字體的方法 是這樣子 我們要特別再去做一個設定 讓它這個字體能夠再大一點 首先我們要先找到 AppTime的安裝的資料夾 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你可以找到一個Tours 這個 子目錄 在這個子目錄裡面有一個 JRE1.8 然後到JRE1.8的bin BIN這個資料夾裡面 去找Java W.exe 找到這個Java W.exe以後 按右鍵 再去選擇這個內容 然後在內容的這個相容性 這個分頁裡面 再去點擊 變更高DPI設定 在這個DPI設定的最後一項 要記得把它給打勾 複寫高DPI縮放比例為 然後這個選項要把它改成系統 改變完成以後就按確定 確定 那這樣子下次 你在啟動AppTime的時候 它裡面的這個字幕 它的這個功能表的這個字型 就會變得比較大了 這個是在Windows 可能特別 要需要做的一個設定 我們接著要用 文字編輯程式 來把剛剛由Subtitle Editor 產生出來的純文字檔案 做一個適當的一個斷句 因為剛剛我們在Subtitle Editor裡面 只注重在 修正文字的正確性 時間軸的部分 完全都沒有去做特別的處理 我們首先 就要在這個文字檔裡面 來做一個適當的 一個斷句 比如說 假設你覺得這一行 要拆成兩行的話 當然你就是 把它切成兩行 然後到時候 在實際上我們使用AppTime在操作的時候 所有的這個每一行就是會出現在 螢幕上的每一句 每一行就是出現在一個螢幕裡面這樣子 然後到時候我們就 就主意的把這個每一行都加到我們的 影片裡面 首先我們就把這個文字檔給斷句 給斷的 比較符合你的需要 這樣子就可以了 AppTime的視窗就分成了幾大區塊 最右邊的部分就是 我們的字幕區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字幕 給放到這個區域裡面來 最快的方法當然就是 在你的 文字編輯區裡面 做 Ctrl C 把裡面的內容 複製到系統剪接部 再用Ctrl V 整個把它給貼進來 這樣子就是我們所有的文字稿 每一句 就是一行這樣子 然後這個 左邊的視訊區 你就是點擊這個檔案 再選擇這個 匯入 音視訊檔案 然後再去選到 你的這個MP4的檔案 或者是你的 WAV的這個檔案以後 按開啟 它就會 把這個視訊 這個影片給載入進來 同時下面 一樣會有這個 聲音的波形會出現 我們再拉這個 最左下角的 這個卷軸 到最開頭的地方 然後在這個時間軸的上面 點擊一下 這個就是時間軸的位置 到時候 我們就可以 透過這個時間軸 來切換到任何一個 一個地方 然後 我們接著 要 要來設定這個時間軸 最簡單的設定的方法 是點擊 這一個功能 這邊 你把游標移過來 你就會看到一個 快速拖拽 建立工具 JK 劍拍打工具 這個我們 台灣稱作 拖曳 在 大陸 他們是寫成 拖拽 好 我們就點擊了這個功能以後 你就會看到 我們第一行的字幕 就會在你 游標的上方就出現了 我們可以把這個游標 移到你 畫面的一個 比較方便的位置 比如說在比較 中間偏下的這個位置 那這樣以方便我們來做觀察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直接開始做這個拍打 JK拍打 那JK拍打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可以按下空間棒 讓這個影片開始播放 那我們要開始插入 第一個 字幕的時候 就是按下J這個按鍵不要放 一直放 一直按著 一直到這一句都念完了以後 我們 把J放掉 再按K 他這樣子呢 再插入 第二句 那第二句要完的 完畢了以後呢 你再按一下 J 那就是第三句 所以就是 一直按著 一直按著J 然後呢 放掉 再一直按著K 再放 再放掉 再一直按著J 在 在 那一句結尾的時候 再放掉 然後再按K 就是JK JK 這樣子一直替換 那這樣子就可以 把 一行呢 插進來 你按J 或者是K 開頭的那個位置 那這樣子就可以很快的把我們的 時間軸 給上 上到我們的 字幕裡面 好那現在下面我們就實際來操作一小段給各位看 好我們現在按下空間棒 讓這個 影片開始播 那等到這個 聲音出來以後 你就再按下J這個按鍵 然後按著要不放 我們這支影片呢 主要是來介紹字幕編輯軟體 Subtitle Editor 按下K 安裝 以及它環境的設置 按下J不放 它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小技巧 再按下K 需要編輯字幕的朋友們呢 今天的這個介紹呢 千萬不要錯過 按下J 我找了兩個常見的字幕編輯軟體 再按下K EGSub EGSub 第二格是Subtitle Edit 好那再按空間棒 它就停下來了 好那 我們就是按照這樣子的方法 你會注意到 你按了一個J以後 它上面這個字幕呢 其實就會消失掉 假設說發生的錯誤怎麼辦 我會建議比較簡單的方法是 如果 錯過了一句 那你 就是直接在按著 比如說 按著K或者是 再按J 讓下一句出現以後 你再趕快 等它有問題的這一句 講完以後 你再換另外一個按鍵 到時候再回頭 回來 用這個拖拉的方法 再去修正 發生了錯誤的那一段 這樣子會比 會比較簡單 好那 這個就是我們實際 整個操作的 Up Time操作的一個方法 可以說其實是 很簡單的 只要這個J 可以兩個按鍵做交替 就可以 產生出正確的 時間軸了 要開始來修改剛剛插進來的字幕 的區塊 我們首先可以先 用這個第一個 這個按鈕 圓形這個按鈕 按著 滑鼠左鍵往上移動 它就可以幫我們把每個區塊 每個字幕區塊中間 放大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更明確的看到 每個波形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來變更這第二個 第二個圓鈕是 我們這個輸入區的 這個高度它可以做變更 那這第三個就是可以去設定 這個波形的高度 好那這是三個設定的一個地方 就是當我們在編輯的時候可以來做的一個設定 Up Time要修改某一個字幕區塊的方法 就是做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以後 它下方會出現一個輸入 一個區域 我們就在這邊直接做 修改 比如說我在這邊 需要加一個豆點 好 修改完畢以後 記得一定要按Enter 或是要勾選它右邊的這個 打勾的這個符號 按下Enter以後 這個變動才會儲存到 檔案裡面來 儲存好以後 假設您當心 沒有儲存成功的話 最好再按一下Ctrl S 讓它實際真的寫到 檔案裡面去 如果我們在播放的時候發現這個 字幕的區塊跟聲音沒有同步的話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按一下空間棒 然後 把這個 位置移到這個有問題的這個區塊 上面 然後再來做時間軸的調整 比如說我們移回來了 然後我按一下空間棒 這個就是 Regular expression 正規運算 好 你可以看到 我這個字幕提早出現了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我們下面這一句的開頭 把它往後調到 下一句它應該出現的地方 那 這個 發生問題的這個 就 右邊結束的地方就把它給拉長 然後再把 游標移回 這個開頭的位置 然後再按一下空間棒 再聽一次看看這樣子 字幕的時間是不是就正確了 這個就是 Regular expression 正規運算式 那就根據你的需要來做替換 好 確實我們這樣子時間軸 不同步的問題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就解決了 那如果說我們的這個字幕中間有 拉掉了一大段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來處理呢 其實我們可以先 在這個下一行 先點擊 看一下它到底這一行 講了哪些 動作 然後把這整句拖拉過來 到這個 會 上一句結尾的地方 再把這個右邊 適度的 拉長 然後讓它重新再播放一次 按下空間棒 那如果說 不要 撥音的話 你只是要做文字的修改 你就按下 Ctrl向下 或向上 好 那應該就是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把它給 拖過來 後面呢 依此 依此 做法 把它給 整個在 往前移動 那這樣子 這個時間 時間軸 這個順序 有 有錯落的這個問題 應該就可以消除了 我們整個字幕區塊 跟聲音都已經配對 完成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 匯出我們需要的這個SRT的檔案 所以就在這個功能表上面 選擇這個匯出 再選擇這個字幕檔案 然後這邊就基本上就是 保留 預設的 值 然後按一下匯出就可以了 那匯出來以後 它會在我們 那個影片的下面 會自動幫我們建一個資料夾 那它會把這個 最後產生的 SRT 放在這個 紫目錄裡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到時候 要合併我們影片 要用的這個SRT的 這個檔案 那 Arctime呢 幫我們做完了這個 匯出SRT以後 你可以用你自己慣用的 視訊軟體 自己去做 影片跟 字幕的合併 那也可以透過Arctime來做 Arctime的匯出呢 它的第二個功能 就是有一個 快速壓制視訊 標準MP4 這個選項 它其實就可以幫我們壓出 帶有字幕的 影片 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我們先要來設定一下 我們字幕的樣式 字幕的樣式 可以在這個字幕區的 下方 會有一個A這個符號 我們這個就是 樣式管理 我們點擊了這個樣式管理以後 它裡面有 一些內建的樣式 通常 如果我們沒有特別去做處理的話 我們會去 選擇這第一個 Default的這個樣式 選擇了這個Default的樣式以後 你可以Double Click 或者是點擊下方的這個編輯 這個就可以 進去編輯樣式 預設的樣式 會顯示在我們這個畫面的下方 你看到目前的樣式就是 目前螢幕上看到這個樣子 假如說我們想要做一些變化的話 譬如說這個字體 我希望把它換成是 微軟的正黑體 不要是 大陸的那個 亞黑體 我要把它換成是微軟正黑體 好 然後這個字體的大小 我希望能夠大一點 假設我用 64 我希望是用粗體 它的樣式其實就會跟著去改變了 然後這個 邊框的部分 我希望 調的 多一點 比如說我用4.5 如果說你希望有黑底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項目給打勾 矩形邊框這個如果打勾 它就會有一個黑 黑底會出現 假設我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 假設都是使用預設值 下面這個對齊 就是你這個字幕 要放置的位置 它目前是放在下方的中間 你如果要 靠左的話 你可以點擊左邊 它就會往左邊跑 然後 按右邊這個 它就會往右邊跑 你在這個 下面的上面 你還可以去調整 它這個 垂直的邊距 比如說它現在這個垂直的邊距 它現在是72 假如你希望它更高一點 你就把這個值 往上拉 你看它就會往上移動 那我們還是回來原來的72這個位置 好 就是我們這個位置 沒有問題以後 你就可以點擊這個 應用 接著我們在播放的這個 字幕的樣式 就已經改變了 我們的樣式設定好以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壓制我們的 MP4的這個檔案 只要點擊 快速壓制視訊 這個選項 然後選擇開始轉碼就可以了 這個一開始我們可以都使用它的預設值 開始轉碼 經過上面這些步驟 我們終於把 我們的中文字幕 完美的產生出來了 那今天就是介紹使用 AppTime 來做 時間軸的後置處理 那希望對 需要產生字幕的朋友們 能夠有所幫助 好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各位 下一個步驟 大家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